狗狗要不要剃胎毛?答案,不要! 今天咱来看一看,如何修理胎毛。 视频较长,分享给大家,狗宝如何从小美到大。 首先洗完澡,咱们选用6毫米的刀头剃背毛,长度如视频所示。 刀头平贴皮肤顺毛来推,洗好澡,拉好毛,没有毛节的前提下操作。 腿部就这么轻轻的滑啦,新手就先不要这样操作啦。 前胸从上往下来剃,侧边也是一样的方法。 大家注意看一下我的手法,由于胎毛较软,所以选择6毫米刀头,比熊剑19毫米。 接着咱们来衔接腿毛,第一次美容的孩子,心里估计没有底,以后慢慢就习惯啦。 腿毛修剪我用的是鱼骨剪,修整齐就可以了。 脚圆用弯剪来修,弯剪的弧度很轻松就可以修出来形。 腿部整体包圆,身体部分差不多了,来修头,用排书挑毛。 由于是胎毛,不会太长,所以就简单地修出形即可。 眼镜先露出来。 上方的毛毛也给修剪干净,眼角处的毛毛也要修剪到。 耳朵掀起来,用弯剪的弧度直接剪出弧形,小圆头的雏形是不是就出来了? 另一侧也是一样的操作,注意掀起来的耳朵不要掉下来了,还是用到弯剪的弧形去定大型。 多余的毛毛给剪干净,胎毛修剪其实保持不了多久,可能第二天就没有行了,所以咱们可以修剪勤一些。 每次直播都有宝宝问我这个问题,泰迪,笔熊什么时候多大剃胎毛? 剃胎毛有时会伤到毛囊,所以不需要剃,咱们就正常做美容即可。 又全起初美容都是不太会站台的,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有耐心,多一点再多一点耐心。 自打干了这行,我的耐心都是毛孩子们给的。 哈哈哈哈,最后咱们把耳毛剪短一些,捏住耳片的长度再去剪。 多余的毛发剪掉,外轮廓的须须毛剪掉,用排书整体挑毛,轮廓剪干净。 这样基本上就修好了,总结一点,关于胎毛,正常做美容就可以了,不要剃得非常短,只留耳毛和尾巴的那种,咱们是不是很可爱呀? 今天的分享就这样啦,还想看什么留言板留言哦,拜!